9月3日,在曼哈顿下城的市规划局会议厅内,市规划委员会正在对纽约四个区的新监狱建案进行投票。 尽管现场反对抗议的声音此起彼伏,委员会最终还是以9票赞成,3票反对通过了新监狱建案。 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,市长白思豪去年宣布,要在2026年全部关闭以管理不善和暴力著称的雷克岛监狱。 为此,他计划在纽约四个行政区建设和扩建四个高层新监狱。 这四个新监狱的选址为,曼哈顿下东城华部内的中央街80号,布朗市的Malt Haven的原警察局拖车厂,皇后区Kew Gardens的拘留所,以及布鲁伦·Cobern Hill的拘留所。 市场的新监狱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相关社区民众的反对,曼哈顿以及布鲁伦居民担心, 新监狱会对社区造成治安、环境、交通以及文化方面的重大影响。 布朗市居民组织指责,市长把监狱强行塞给少数族裔社区。 皇后区区长凯茨则公开反对在该区Kew Gardens的新监狱建案。 根据统一土地审核程序ULUP,新监狱建案将移送市议会进行审议。 市议会宣布将于明天周四上午10点,在市政厅召开公厅会。 届时监狱局以及各区立方代表都将在会议上表达意见。 新唐人记者唐成,纽约报道。